亲爱的频道订阅者和观众,大家好! 维塔利·索科洛夫与你同在 今天我们来谈谈《Bagadero Delphi》编程环境 我们将学习如何安装,移除它并考虑它的一些特征 在我们开始之前,在视频下方树起大拇指 点击小龄并订阅社交网络上的频道和群组已了解新闻 各种美国公司在不同时期参与了环境的发展 接下来,我建议考虑Embagadero Delphi编程环境的特点 Delphi事业Jack Pascal,又名Delphi,中的RAP编程环境 能够以最小的代码编写快速创建窗口及其界面 并支持许多组件,副,空白和实用程序 它从1995年开始生产,现在仍然如此 环境支持二种编程语言Delphi,Object Pascal,和Assembler 编程环境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工作 该编译器可以为以下操作系统编译应用程序 Windows,Windows 11也时,Linux,MacOS,Android和IOS 并且随着各种复和游戏引擎的使用 这个列表可以进一步延续 该环境内资料跨平台的FireMonkey付 支持海量数据付 DX和OpenGL图形付 添加了二种数据类型 Fixed-in,有符号32位整数 和Fixed-in,无符号32位整数 与平台无关 Delphi偏译器现在可以使用内联辨量 支持4K及以上的屏幕分辨率 与基于Chromium的新WebView2集成 内置内存管理,自动格式化 突出显示和实时代码检查 内置并行编程庫,PPL 记录,数据类型现在支持任意初始化 终结和复制操作 类和记录助手是类和记录的扩展 不使用计成 以及更多 有快环境是一种商业付费产品 并在各种许可下分法 它们就像每年需要逐定的年度订阅 你可以在Embarcadero网站上 详细了解每个版本的环境 此图显示当前价格以及每个版本的说明 但是有一个环境的共享软件版本 非常适合许多新手程序员 社区版 有些功能在它里面是不可用的 但是它已经具备的功能对于很多新手开发者来说 已经绝绝有余料 主要条件是在你的项目开始年收入超过5000美元之前 你不必为此版本付费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将需要购买其中一个付费许可证 如何免费获得社区版 请在视频中进一步了解下载和安装环境 还有机会完全免费下载Delphi Architect Edition的许可版本 但只有30天的时间来测试和熟悉此版本中的功能 为了下载Delphi 你需要在搜索引擎的搜索栏中输入查询Embarcadero Delphi 接下来 我们找到Embarcadero网站并访问它 转到Embarcadero网站 我们立即看到新版本Delphi的广告 在这里 我们可以了解它的功能 在暂点底部 你可以点击Delphi进入Delphi产品页面 或者在暂点顶部 你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免费产品 包括Delphi社区版 我们选择Delphi并转到向我们介绍此版本功能的页面 你可以详细阅读 然后单击其中一个按钮免费获取社区版 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页面上 要求我们用我们的数据填写表格 你需要指定你的名字 姓氏 电子邮件 在此站点上输入密码并输入两次 如果你是公司的成员 请填写其名称 如果不是 请将此字断留空 接下来 你需要指定你的电话号码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你居住的国家斜线地区 之后 我们再许可协议的同意和我们同意促销条款的前面打勾 等等 我们还选中 我不是机器人 当出现绿色复选标记时 单击下载按钮 然后 你将收到一条消息 说明已向你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你需要转到你的电子邮件并在收件商或垃圾邮件文件夹中查找来自Emborgadero的电子邮件 我们打开此消息并在其中查看Emborgadero网站的数据 调快社区版的许可静物药以及下载此版本调快的链接 按照下载链接下载编程环境 下载后 运行安装程序文件 通过勾选复选框同意要求 选择当前版本的够快将安装在哪个本地磁盘上 当安装程序询问你是否有序列号时 选择第二个选项 即你有序列号 然后单击安装按钮并等待出现一个窗口 要求你在序列号至段中输入你的序列号 也就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许可静物药 指示不要单击高级按钮 因为关闭他后 你可能会收到错误并终止安装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将不得不重新开始安装 因此 当出现输入序列号的窗口时 输入许可静物药并按注册按钮 安装将正确进行 在安装的最后阶段 将出现一个新窗口 在其中你将被要求将必要的软件包安装到偏程环境中 选中你计划在未来创建应用程序的操作系统 Windows、MacOS、iOS或Android旁边的框 请注意 当你从底部选中或取消选中所需软件包旁边的框时 计算机上安装所需的硬盘空间指示器会发生变化 附加必要的复选框后 单击继续按钮 下一步的滴答声将打开 如果你需要的介面本地化不是英语 而是其中一种建议的语言 请选中所需语言的复选框 通过选中SableT行旁边的框 程序是例将与环境一起安装 合行负责环境中参考资料的可用性 其余项目负责环境的其他负 例如 构建Android应用程序需要Android SDK或NDK Interbase需要使用一些数据负等等 请注意 所请求的硬盘空间也会随着的答声而改变 单击安装按钮 在安装过程中 安装所选负时可能会出现其他窗口 在我的例子中 这些是Android SDK或NDK 在哪里你需要同意许可并单击安装 在安装结束时 应该会出现一条关于安装成功的消息 并且开始工作按钮将处于活动状态 单击它 之后 编程环境将启动 并在启动期间显示你的序列号环有多少天有效 在第一次启动时 还会出现一个窗口 你可以在其中选择保存项目的文件夹和一些其他辅助设置 然后 你可以创建一个新项目并开始编程和设计应用程序 到此阶段 Delphi Community Edition编程环境的安装和配置就可以认为完成了 下面说说Delphi 环境如果不再需要或者聚列后已经过期了怎么去掉 第一个选项与安装相同 运行Delphi 安装程序文件并同意删除当前编程环境并单击射载按钮 删除的第二个选项是通过开始完成的 接下来 选择控制面板 设置或配置 或者在搜索栏中可以编写安装 删除程序或程序 再以安装程序列表中 找到你的Red Studio或Delphi版本 单击他并单击射载或射载按钮 你还可以使用专门的程序 例如射载工具或SeaCleaner 在我的例子中 我们启动程序 选择工具项 然后选择射载程序选项卡 在列表中找到所需的程序并右键单击他并选择射载或单击右侧的射载按钮 请记住你安装Delphi环境的位置 以便能够手动删除他 就我而言 我转到本地试盘上的计算机 转到Program Files X86文件夹 在哪里找到Delphi文件夹 例如 Embarcadero 然后是Studio文件夹 然后是大有工作室版本号的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中会有一个卸载文件 通过运行它 将开始从计算机中自动删除编程环境 但是即使在从计算机中删除环境之后 你也需要从安装Delphi的位置手动删除剩余的文件夹和文件 同样在本地驱动器事上 转到Document文件夹并删除其中的Embarcadero文件夹 但请确保没有对你很重要的文件和项目 也可以转到我的电脑 按文件夹菜单中的恶件 选择文件夹选项 然后在打开的窗口中 转到查看选项卡并向下滚动 检查项目 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之后 在本地驱动器事上 转到用户文件夹 选择你使用计算机的当前用户名称的文件夹 转到AppData文件夹 转到Logo文件夹并删除其中的Embarcadero文件夹 然后返回一点并转到Roaming文件夹 你还需要删除哪里的Embarcadero文件夹 然后再次转到本地驱动器事 转到ProgramData文件夹 物应情况下它是隐藏的 并删除其中的Embarcadero文件夹 最后还有一点小费 从计算机中删除某些程序后 不要忘记使用一个或多个 专用程序清理操作系统的注册表 例如使用SeaCleaner 我们启动程序 选择注册表选行卡 然后按搜索按钮 我们等到查看所选问题的按钮 变为活动状态并单击他 拒绝备份并删除所有问题 建议连续多次执行此过程 这就是我的全部 如果此视频对你有用 不要忘记在视频下方树起大拇指 订阅频道 与你的朋友分享视频 单击以免错过新视频 并在视频下写评论 这对于在YouTube上推广视频很重要 下个视频见 还有其他视频 中文字幕事顺利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